诸葛亮公耕地之争 关于这句公耕与南洋 曾引发了一场一两千年的争论 关于诸葛亮在出山前的公耕之地 到底是河南南洋还是湖北襄阳的问题 争到现在也还没个定论 当时诸葛亮隐居在离襄阳城不远的龙中 这个龙中现在也是河南与湖北 争抢诸葛亮的隐居地 诸葛亮到底是南洋人还是襄阳人 实际情况是诸葛亮居住的这个地方 当时是属于南洋的 所以可以叫做南洋诸葛炉 但是地理位置离襄阳非常近 只有二十里路 所以襄阳人说龙中是襄阳的也说得通 其实早在三国时期诸葛亮死后 四季和官季诸葛亮的纪念性建筑物 很快在他生活和作战过的地方建立起来 南洋作为诸葛亮自表公庚之地 自然为他竖起了一座存得念宫的庙宇 这就是闻名俠尔的南洋诸葛炉 又名武侯祠 同样的襄阳龙中也较早地为他修建了一些纪念性建筑物 从此南洋与襄阳之间就诸葛亮公庚地的问题 开始了旷日持久的笔墨之争 南洋人说 诸葛亮自己说成本不一 公庚于南洋 这还有假 再说西境里新著的纪诸葛丞相文也认定 诸葛亮公庚于汉水以北的南洋 元、明、清三代官修历史 地理之书 均认定诸葛亮公庚于汉水以北的南洋 襄阳人也说 诸葛亮所说的南洋并非今天的南洋 东汉时的襄阳属于南洋郡馆下 而且还有洗澡耻住的汉尽春秋为证 诸葛亮家于南洋之邓县 在襄阳二世里 套月龙中 诸葛亮到底公庚何处 无论是襄阳 还是南洋 不都是滔滔汉水养育了他 成就了他 这个问题其实也没什么好争论的 叔父去世之后 诸葛亮把更多的心思花在了学业上 除了博览群书之外 还经常外出游学交友 以扩大视野 增长见识 他出山后的很多作为 都和这个时期的积累是分不开的 这段时期有两个人对诸葛亮影响最大 可以说是诸葛亮的梁氏义友 头一个就是诸葛亮二姐的公公庞德公 前面说过 庞德公是荆州民事 德高望重 庞家也是襄阳的名门大族 荆州慕刘表多次请他出山 给他观坐 他都拒绝了 最后刘表没办法 自己亲自去请 亲自去劝 结果还是白跑一趟 庞德公重拆学亲名利 诸葛亮本来和庞德公就是亲戚 经常去庞德公家中走动 向他求教 每次去都是独拜床下 非常恭敬 庞德公一开始也不加以制止 时间长了 在教导诸葛亮的过程中 他逐渐对这个年轻人的才学和志向 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觉得他将来必是有用之才 所以送了他一个称号 就是众所周知的卧龙 庞德公有一个侄子旁统 也是才学出众 庞德公称他凤楚 这也就是三国演义中所说的福龙 凤楚 二人得一 可安天下的由来 而沃龙这个号也就流传了下来 第二个影响诸葛亮的人 就是水晋先生司马辉 司马辉 影川巨人 是从北方迁居到荆州的 与庞德公是好朋友 司马辉也是当时的民事 有不少年轻人都向他求学 有点大学教授的味道 有这么一位大学者近在眼前 诸葛亮怎么可能放过 他经常去向司马辉请教 苦心攻读 学业方面进步得很快 司马辉也很器重这个年轻人 日后留备三顾茅庐 成为千古佳话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司马辉对诸葛亮的推荐 诸葛亮的政治婚姻在襄阳当地流传着这么一句顺口流 莫作孔明择父 只得阿诚丑女 就是说不要像诸葛亮那样选老公 只娶了黄承燕的丑女儿 史书上形容诸葛亮有一群之才 鹰霸之气 身长八尺 容貌甚伟 总而言之就是一个字 帅 他怎么会娶一个丑女为妻呢 这是缅南明是黄承燕 主动找上门来的 黄承燕和庞德公一样 也是荆州当地的大族 这个人性格开朗 学富武车 诸葛亮曾经多次向他求教 黄承燕也很看好诸葛亮 一天 黄承燕主动找到诸葛亮提亲 说身有丑女 黄头黑色 而才堪相配 就是说我有一个女儿 长得很丑 头发很黄 皮肤很黑 虽然人长得丑 但是才学方面却可以和你诸葛亮相媲美 诸葛亮很爽快的就答应了 诸葛亮一点头 黄承燕立即就用车子把女儿送过去澄清 实际上 黄承燕所谓的丑女 应该是自签的说法 相对于诸葛亮的相貌 黄是女的黄头发 黑皮肤肯定要差许多 一个相貌堂堂且才学出众的美男子 娶了一个貌不惊人的女子 很自然地会被传作画笔 甚至当作笑话 一传十 十传百 越传越丑 越描越黑 而诸葛亮选择黄是女 是因为仲才不仲貌的说法 也是站不住脚的 不可否认 出身于明文大族的黄氏女才学 肯定不是一般女子所能相比的 但仅仅限于女子之中 古代讲究女子无才便是德 很少有女子会读书识字 一般的大族女子只要做到知书达理 就已经很一般了 因此 黄承燕说女儿才学可以与诸葛亮相配 应该是指女儿的才学 是女子之中的佼佼者 而并不是说自己女儿 真的有诸葛亮那样的才学和智慧 既然诸葛亮择偶的标准 并不是仲才不仲貌 那又是什么呢 其实诸葛亮的这场婚姻 是彻头彻尾的政治婚姻 黄承燕的妻子是荆州著名的明文大族 蔡逢的女儿 蔡逝家族在荆州的势力相当大 蔡逢的另外一个女儿 嫁给了荆州慕刘表 而蔡逢的儿子蔡茂 是刘表最信任最依赖的大将 蔡逝家族在荆州有很大的政治背景 是名门望族 有着这样的政治资本 黄承燕的女儿就算真的很丑 还怕会嫁不出去吗 何况还不是那么丑 而且又才学出众 是标准的大家闺秀 黄承燕之所以会选择诸葛亮做自己的女婿 除了诸葛亮本人的相貌 才学外 她看重的也是诸葛是在荆州的政治力量 诸葛亮的大姐嫁给了 淮是家族的淮旗 二姐嫁给了庞德公的儿子庞山明 淮、庞两家都是荆州的大姓 地位举足轻重 这门轻是一旦成功 表面上是黄家和诸葛家结成亲家 而实际上淮、蔡、庞、黄这四家荆州的豪族大姓 都成了亲戚关系 当然也包括北方来的刘表家族和诸葛家族 用现在的话说 那就是强强联合 而且 这门轻事很可能不仅仅是黄承燕自己的主意 而是几个大族都认同 或者说是都需要的结果 诸葛亮虽有今天伟帝之才 但在当时还是名不见经传的一切书生 他要出人头地 他要走上政治舞台 必然要依靠家族的背景 婚姻的背景 与荆州大族联姻是诸葛亮梦寐以求的 所以说诸葛亮与黄室的联姻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婚姻